谁啊 哎 弟弟 你回来了 来来来 来 来 五郎 这么多年了 你去哪了 哥 这几年 我在外面啊 一直混得也不好 所以说 也没什么脸回家 哎 五郎 怎么能这样说啊 只要你能回来 就好了 哥 这次我回来 主要是 有个事 想跟你说一下 那你说吧 这我不是在工地干活 不小心 把老板的一个设备 给弄坏了 这老板 还是当地的地痞流氓 说我要是不赔钱的话 就让我 去胳膊烧腿 怎么发生这样的事 那那怎么办 弟弟 哥 你能不能先借我一点 我一定会还给你的 借钱啊 这不 手架 也没有钱啊 这再说 你嫂子 她娘家 她妈 得了癌症 把钱 都要到她的身上了 哥 我这也是没办法了 我求求你 你帮帮我吧 那好吧 你嫂子 在临走之前 我说 我去 你嫂子 我去 你嫂子 我去 我去 你嫂子 你嫂子 说我要是不赔钱 就让我去胳膊烧腿 你看你能不能先借我点钱 弟弟 姐这 尊业手动也确实紧 这钱 恐怕碰不到你了 姐 你这 那好吧 那又准备什么事 我就先做 弟弟 来 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姐 姐家里面吃三个馒头 你拿在路上吃 这姐也是在民间 忘不到你 那好吧 那我先做吧 哥 这去哪 我这不是工地出了点事吗 这过来 找你唐姐啊 借点钱 这你唐姐啊 一分钱没借给我 就给了我三个冷馒头 这我也不知道 她这是什么意思 哥 你可能误会我唐姐 我唐姐 为了你爸 当年 欠了三十多万 给你爸治病 他给你这三个馒头 可能 他只有这三个馒头 什么 你说我姐 一个人还了那三十多万 是啊 那我哥呢 你哥 你哥一分钱都没拿 当年 你嫂子 不让你哥拿 那好吧 我知道了 那我先走了 行 哎呀 五郎 这是哪个地方啊 你怎么带我们上这里来啊 是啊 弟弟 这是哪里啊 这是我家 你家 对 其实啊 前几天我骗了你呢 我根本不是什么工地搬砖的 这几年我没回家 是我在外面创业 其实我挣了不少钱 哥 这小的时候 父亲叫到我们 说滴水针当有钱相报 这你们借给我的钱 我会十倍的还给你们 哥 这张卡里面 有十万 你先收下 姐 当初你给了我三个馒头 但是 你替爸还了三十万的事情 我已经知道了 这张卡里面 有三百万 也是十倍 你拿着 哎 五郎 你看 我们都是七兄妹 这个钱 比用 比用还了吗 对啊 弟弟 这个钱 一用过你就拿着吧 哥 姐 这儿都是你们英语 大哥 先生 我知道你是好人 只是 嫂子管你管得太严 这钱 你收着回去也好 被嫂子留个交代 这以后 你们 有能用到小弟的地方 就给我打下刹就行了 那行 这个钱 姐就收下了 以后你要是用钱 就给姐支撑 行 走吧 我让秘书订了饭店 我请你们吃饭 那好吧 走吧 走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哎 老婆 睡着了 刚睡 你这儿怎么还不去上班啊 等一会儿我就去上班 行 那个小伟 我想出去散散步 这最近这一日坐着腰特别疼 老婆你这儿坐月子呢 你就别出去跑了 你就坐月子就应该多躺躺 好 那行吧 那我就先不去了 那个你赶快收拾收拾吧 你一会儿不是还要回公司吗 那行老婆 那我就 先去公司了 行 好 不然慢点 行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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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那个老板 就一个人在家 你说 他们要出点事 我该怎么办呀 小伟 这儿 你可要想好啊 这你请两个月的假 两个月可是没有薪水的 老板 我已经想好了 那行 那我替你假 回去吧 谢谢老板啊 嗯 老婆 我回来了 小伟 你这儿不是去上班了吗 怎么突然回来了 老婆 你这儿不是坐月子的吗 我请了两个月 能好好地照顾你 这 哎呀 你这工作好好的 你这两个月的假 这得损失多少钱呀 我一个人在家看孩子挺好的 没事没事老婆 嗯 我会想办法的 你就放心吧 那算了 你现在假都请了 说什么也晚了 那个 你去做点饭吧 那行 那我去做饭 行 好 这最近 这个腰特别疼 算了 起来走走吧 别哭哈 小伟 小伟 怎么了老婆 那个 你先别忙我了 那个孩子一直在哭 我怎么哄我哄不住啊 我可以看看吗 哎呀 老婆你你哄吧 我我还有点事 你哄你哄 你能有什么事啊 这你就别管了 你哄孩子吧 我先过去了啊 嗯 这怎么 谁灭 小伟 你这又在干嘛呀 这不是烧点水 给孩子 吸吸尿布嘛 小伟 这段时间 也辛苦你了 这你照顾孩子 还挺周到的 要不是你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也不知道 会忙成什么样呢 没事没事老婆 您看 您也够辛苦的了 我这 也给你做不了什么 行 那那 别忙了 先请吃饭吧 行行 好了好了不哭了 哎老婆 孩子 闹不闹 不闹 可以听话了 嗯 不闹就忙 那我去隔壁有点事 你先自己照顾孩子啊 不是 你这 你这 回来这么多时间 我天天去隔壁家啊 那隔壁 一个女的 抱着一个孩子 她天天跑上去 这两个人 难道 再这样啊 小偉 小偉 小伟你这没事老人去隔壁家干嘛呀 这自己家小孩你都不抱 你还抱别人呢 老婆我这不是想多学习学习吗 好照顾咱家的孩子呀 原来是这样 我说你这几天怎么老是往你家家跑 确实最近这孩子你照顾得越来越多到了 这我误会你了不好意思啊小伟 没事没事老婆走 我带你去吃饭去吧 那行你要答应我 以后可不可以老是往人家家跑 这银银看多了多不好啊 行行我答应你了 走吧